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君 在神秘的安地斯山脉上 有一个沉睡了500年的少女 她被保存得非常完好 甚至能看到脸上的微表情 少女以蜷缩的姿态 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看起来很安详 但是随着对少女的层层深入了解 科学家们发现 安详的背后也许有着一段 残忍而血腥的地方 并且少女本人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存在 那么这个少女身上有什么秘密 今天我们来聊被冰封的安地斯少女 1999年一群探险家深入安地斯山脉 却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名沉睡的少女 起初探险家还以为是当地的女孩 因为迷路在安地斯山脉遇难了 但是随后的一系列检查却指出 这名少女的死亡日期在500年之前 发现少女的地方 位于安地斯山脉海拔6000米左右的地方 就算是当地的牧民 也很少会前往如此危险的地带 因为那里的气温达到了零下40度 且空气稀薄 500年前这位少女 为什么要只身前往这么危险的地区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她贪玩不小心迷路了 经过DNA分析 少女是印加人 她身上的衣服也显示了她的身份 少女身上并没有什么首饰 这表明她只是当时一个很普通的孩子 并非什么印加贵族 随着对这具睡眠人的解剖 学者发现她的身体里 竟然含有催眠药的成分 也就是说 她是被迷晕了之后 才被送到6000米海拔的高峰 是什么人要这样对待一位妙龄女子呢 就在这时 医生在少女身上发现了一种细菌 顿时让气氛危险起来 医生在少女肺部发现了结合分支杆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肺结核杆菌 500年前的这位少女很不幸感染上了肺结核 根据当时的医疗环境来看 这位少女或许会必死无疑 于是在场的专家学者们给出了几个猜测 有一种观点认为 这位少女很有可能被她家里人脱去处理掉了 古代落后的卫生环境条件 几乎无法治愈肺结核 对于感染的人来说 只有死路一条 或许少女的家人为了减轻少女死亡时的疼痛 用药物将其迷晕送到安提斯山脉中 让她在沉睡中走完生命的最后时光 又或是家人觉得她是一个负担累赘 于是将其抛弃 也有人表示500年前的印家人认为 寒冷可以隔绝这种传染疾病 于是将被感染的少女扔在寒冷的安提斯山脉中 希望她远离人群不要感染更多的人 不过更多的专家学者们却认为 这位少女也许是当时的一个祭祀品 或许当时感染上肺结核不止她一个 历史学家们翻遍了印家的古籍发现 在500年前印家帝国发生过一次瘟疫 他们推断这次瘟疫极有可能就是肺结核病流行 值得庆幸的是 参与解剖的考古学家和医生们 都穿着非常紧密的防护服 不用担心被感染上结核病 除此发现 少女的探险家当时并没有触碰这位少女 也因此免于一劫 发现少女的地方位于安帝斯山脉 而安帝斯山脉是南美洲最神圣的地方 这地方的突救都被称作安帝斯神救 可见其在当地人心中的地位 对于印家帝国而言 安帝斯山脉就是他们的圣山 是神居住的地方 他们极有可能认为500年前的那场肺结核病 是神降下来的惩罚 于是选择一名少女作为祭祀品 希望获得神的原谅 少女的胃力还有吃下去的食物 其中里面还有安眠的成分 说明她是被人哄骗着吃下含有安眠药的食物 之后在昏迷的情况下 被人运到了6000米海拔的地方 被献给了神 专家推测她很有可能是在沉睡中失温 最后在沉睡中走向了死亡 由于这里的环境非常寒冷 类似于一个天然的大冰柜 所以少女的尸体才被如此完好的保存下来 连她衣服上的颜色都没有褪去 这种活人祭祀的方式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存在 毕竟在思想落后的年代 人们面对肺结核这样烈性的传染病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想到用祭祀的方式求得保佑也无可厚非 世界各地的很多墓穴中都挖出了祭祀坑 里面有人的遗海和动物的骨架 跨越时间长河 诉说着那段愚昧而又血腥的历史 不过根据当地史料记载 这位少女的死并没有拯救肺结核阴霾中的印加人 这场瘟疫夺去了成千上万印加人的生命 整个印加帝国最后走向了灭亡 而这名少女带着她的肺结核细菌 在寒冷的安地斯山脉 沉睡了500年之久 直到一位探险家发现了她的存在 医生们认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假如探险家们疏忽大意触碰了这位少女 或者哪天有个牧民不小心发现了之后 将其搬出来 都很有可能造成这位少女身上的 结核杆菌再度醒来并蔓延 届时 人们会被500年前的肺结核杆菌感染 总之在野外看到这种保存非常完好的时期 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没人知道这些以海生前经历了什么 是否患有未知的疾病 然而这样的隐患却正在变为现实 考古学家在西伯利亚的洞土中发现了一具 长毛锡的尸体 这是一种早已经灭绝的古代犀牛 与猛马象剑齿虎是一个时代的动物 这一只被发现的长毛锡死于5万多年前 尸体被完整的保存 连毛发都看得清清楚楚 由于近几年全球变暖 冰川融化速度加快 这些洞土层也开始融化 里面所隐藏的动物尸海便暴露了出来 这具长毛锡的尸首看起来非常新鲜 完全不像是死了5万年 如果哪个动物好奇的嗅了它一下 或者咬它几口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科学家们无法想象 这些古生物的身上多多少少都有着一些病毒和细菌 它们在低温环境中会选择休眠 当再次遇到活的动物之后 就会复苏觉醒 这些远古细菌和病毒之所以让人觉得恐怖 是因为有些病菌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 压根就没有碰见过 科学家们并不知道这类病菌感染上人类后 会发生怎样可怕的事情 更恐怖的事情在于 这些病菌在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年后再度复活 会经历怎样的变异 而近年来市面上竟然还出现了猛马像的线牙制品 追踪下来 是一些不法分子专门去融化的动土中挖掘的 这个过程中释放了哪些病菌 无人知晓 人们只知道被发现的冰封古生物越来越多 不仅是北极地区 南极冰盖之下的古生物会更多 南极洲在过去并不是地球的最南端 甚至它一度也是森林密布的大陆 大约在侏罗纪时期 刚瓦那大陆开始分裂 南极洲逐渐朝着地球的南边飘移 南极洲的冰盖也不是一直都有的 大约5500万年前 地球经历过一次全球变暖 当时的南北极都是一片生机昂然 没人知道南极当时生活着多少动物 这些动物的尸体可能都在南极的动土层里 如果全球变暖的趋势得不到遏制 那么这些远古生物就会重见天日 届时人类文明或许将迎来新的洗牌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布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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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